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翔子 The Athletic 记者 Shams Karanir 报道 多位消息人士透露 林书豪将和勇士签约 正在等待CBA的澄清系 林书豪签下的是Exhibit 10合同 他不会进入勇士大名单 也不大可能和勇士签双向合同 ESPN记者Mark J. Spears 报道 林书豪将为勇士的发展联盟球队效力 勇士跟队记者West Goldberg透露 可以确认林书豪签约后将被裁员 然后加入勇士的发展联盟球队盛克鲁兹勇士 如果一份NBA合同包含了Exhibit 10条款 球队有权将这份合同转为双向合同 Exhibit 10合同必须是一年底薪 不带任何奖金除了可选择的Exhibit 10奖金和无保障 Exhibit 10奖金是指球员被台后 签约发展联盟附属球队并待上60天 可获得5000至5万美元 林书豪在10年前签约勇士 是他效力的第一支NBA球队 林书豪在2018至19赛季效力于猛龙 夺得了个人第一个总冠军 之后他为北京队效力 今年休赛期回到美国 准备重新冲击NBA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